中文字幕 李宗盛 防腐機啊 有 我們也擔心 難道重視這個健康的問題啊 學生其實常常在這個壓迫 到底你做的教育 他有什麼心理 就是遙控無時無刻都在塞車 塞車很多 沒辦法 根本買不齊房子啊 放了現在要一兩千萬吧 英字幕王 棍無語 坦白講你就三個字假盜學啦 那假盜學就是你過了這個法 你像詩情產業特區喔 那其實法派也過啦 那就是沒有一個縣市敢適啦 為什麼 因為縣市都覺得 不行喔 我道德標準很高 我不能做 那賭博的博弈法其實也是類似的原因 你知道台灣其實有很多廠商專門在做吃餃子老虎 或者是你看到的各種輪盤的機具嗎 那如果他在國內可以生產這些產品 並且靠這個賺錢而且上市上櫃的話 那你的道德標準到底是什麼 你要告訴大家說絕對不行 好 那為什麼有彩券呢 為什麼有所謂的運動財 為什麼有所謂的大樂透 這難道不是賭博嗎 這其實也是賭博啊 只是政府坐莊 那你的意思到底是 除了政府坐莊之外其他人都不允許 還是說民間的賭博才是賭博 我的賭博不是賭博 我覺得政府在這個部分 執政黨從以前到現在 不管誰執政 他的立場都很混亂 你把政策跟道德混在一起的時候 那就有一個問題嘛 好啊 那台灣也可以沒有觀光賭倉也OK 因為澎湖譬如說他的運輸量也不夠 那可是那你有沒有替代方案 也就是他那邊即使不建賭場 你觀光業可不可以投注更多的資金 他的碼頭或者是機場能不能更擴建 你都不提 你只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不會做 或者是我們不支持 或者有更好的方法 那更好的方法是什麼 那是傳統觀念啦 不管台灣那也好 你說華人對這一個部分 其實某種程度上都是有一些踏不出去的 其實新加坡也是在這一塊 也是花了一點時間去踩出去 不過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台灣在發展博弈這件事 其實是慢了 那怎麼樣在慢了的狀況下 又能夠異軍突起 或是你乾脆就放棄 我就專心好好的把這個觀光這塊做好 可是目前的問題是這樣 為什麼會一直在重複 有人就還希望能夠做博弈 因為其實看起來 我們在這一塊觀光這塊也沒有把它做好 就有人覺得我也看不到明天 那我乾脆賭一場 那我就覺得我賭一把吧 那反正有投資客要來願意來做嘛 那我覺得這是這種角力了啦 亞洲很多國家都開始 甚至連日本都要開始做這個設立賭場 那很多人把賭場設在一個比較 被封閉性的特區裡面 那也許台灣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那澎湖如果某一個程度 他符合了某一些條件 但怎麼樣在兼顧環保也好 或是說原來的人不打擾他原來的生活的狀況下 可以讓他另外一方面 由賭場的方面來發展一些他觀光的部分 像新加坡當然我們都知道他們法治非常非常的嚴 那他們管理起來當然是 大家也可能相對起來 反對機率也都比較低 那台灣或許我們自己也會對自己有一些不信任 就是我們如果真的 比如說博弈通過了 會不會這些賭場背後可能就是財團 那相對的會不會有一些 可能比較社會黑暗面的事情 同樣的也會被帶上來 那大家可能會去憂慮說這些事情的發生 跟我們畏懼這樣的改變吧 透過像澎湖這次的博弈公投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好的討論過程 大家可以去思考說 我們澎湖到底是想要怎樣的未來 那我們是不是真的一定得有博弈 才可以有更好的經濟發展 或者是說我們不要博弈的話 我們必須要在哪些方面更加的努力 我們才能夠讓我們的經濟發展更加的好 雖然我餘子